媒体自由是民主台湾引以为傲的成就 然而近来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新闻置入 让这个第四权监督者蒙上阴影 大众传播媒体揭露中共人权迫害 中国贪腐民怨已经变得敏感艰辛 透过台湾新闻学界权威 纪录片导演捍卫新唐人中心2号卫星序约的行动 我们带您来看中共一波波迎蛋攻势之下 谁还愿意当台湾的民主守门人 手机电视报纸多管齐下 台湾民众每天大量接触新闻 但看似多元的内容其实有到深深的红线 对于大陆那个贪腐案件的台湾的报道 贪腐很多嘛对不对 多到我想台湾每天报都报不够了 一个报纸一整年报道不到时间 不到时间非常地少 台湾新闻学权威张景华点出 大量消失在台湾观众前的中国真相新闻 2012年他公布研究 以量化分析指出中共审长团夸张式的 在台湾做新闻置入 伤害台湾的新闻专业 一旁表示认同的是台湾知名纪录片导演李慧仁 因为揭露禽流感疫情 拿下卓越新闻奖 他告诉大家中共银弹下 媒体也有不能戳的秘密 是中国的红线不能讲不能话 因为我们还要做业配 对不对 红线在哪里 李慧仁已去年多个人权团体 在总统府前 群起要求中共 释放台湾法轮功学员中顶帮为例 把所有的报纸媒体都翻过来看 中国时报自制为例 头板头条是什么 刘强在奥运跌打 头板头条 联合报一样 头板头条是刘强跌打 东北方之间自制为例 这很荒谬吗 台湾公民被非法拘禁 自制为例 台湾民众的人身安全 比不上中共推捧的奥运民心 李慧仁聚焦 挖掘中国真相的新唐人电视 不改粉色 支持新唐人中心而好卫星续约 事件的核心问题 今天新唐人提供了一个 跟CCTV跟中国官方的那个讯息 或者是角度完全不一样的那个 有什么不好很好啊 况且你台湾的媒体都不做 新唐人要做 你应该感激他 你怎么要把他禁掉呢 而关心台湾自由讯息 面临挑战的 还有千里之外的欧洲议会 几个正义的欧洲议会成员认为 有台湾政府背景的中心二号卫星 应该保障新唐人 不受干扰的播出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 也为新唐人续约案 侵函总统马英九 他向马总统写道 请您介入此案以确保民主 表达自由及新闻自由 能继续在台湾蓬勃发展 此意为维持台湾和欧盟间 关系之重要关键 台湾的媒体学者 与中国问题专家 也在新唐人的节目中抛问 独立媒体突破中共封锁 正向传播的影响力 台湾政府看到了吗 马总统自己说的是 他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 我觉得新唐人 我这个媒体 就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就是你马总统说的 贾品坤说我们不报道国际新闻 他没有说的是 我们也没有报道 中国大陆迫害人权的新闻 但是他大概中国的新闻看多了 所以他大概已经看不到 中国有很多迫害新闻的面向 他也没有看台湾的新唐人电视台 所以不知道 中国还有那么多面向 其实没有报道 反媒体垄断运动发起人之一 学者黄国枪表示 中共一波波引弹渗透台媒 新唐人正是政府要支持的正面力量 能够确保正面的声音 正面的力量 能够继续的传播 而不是坐在那边 消极的束手待毙 等着来让人家 渗透等的让人家 来去处理掉一些 他所不喜欢的声音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台湾的政府 以及台湾的公民社会 对于全球的华人 所肩负一个非常深重的责任 两岸交往加速 媒体第四权监督 只能进不能退 新唐人能否在台湾土地上 继续做民主守门人 向中国传递自由讯息 关键时刻全民都在看